啊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巴姆特電玩瘋 在4月20號PS4動作遊戲戰神正式上市之前 所做的提前體驗報道 我是編輯阿豪 大家好我是編輯Trysta 那這支影片要來介紹的是有關於遊戲中的戰鬥的部分 那我大概主要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當然就是 主角克里多斯跟他的阿德羅斯他們的一些裝備啊 技能等等 那再來就是會講敵人的部分 大家在看宣傳影片應該有看到那個 鬼爺我們鬼爺有使出很多帥氣的招式 沒錯 他其實遊戲的動作系統非常的多彩脫姿 那動作非常的豐富 像是克里多斯的斧頭上面 他就有一個可以加裝一個握柄頭 那其實這個東西可以更換他的這個符文能力 他的符文 盧恩符文的攻擊能力 那其實有點像是魔法攻擊啊 那他還有輕攻擊跟重攻擊 就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那阿特羅斯當然也是 他也可以在他的 弓弦弓爪上面加裝召喚的能力 那裝備的部分呢 裝備上面其實有一些可以鑲嵌的東西 那他有時候可以讓克里多斯獲得一些被動的能力 或者是 呃 比如說你在瞬間 敵人攻擊的瞬間 閃避的話 就可以進入這個慢動作等等之類的一些的一些效果 那影響他動作當然最重要還是技能 那技能他有分成 呃 斧頭 斧頭其實也有分成近戰跟遠距 對對對那 你都可以藉由經驗值來學習更多不同的動作 其實這個只要只要學的更多這個招式就越華麗啊 另外還有盾牌盾牌也不光只是防禦而已 他其實是可以學到一些刺手攻拳的戰鬥能力 甚至盾牌等身你也可以拿來K的 嗯 猛敲這個敵人頭上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這個比如說大家最最最熟悉的這個 斯巴達之怒 其實也是可以學習到新的技能 呃 遊戲中這些技能就是透過打怪啊 然後獲得經驗值之後來學習到更多更多不一樣的戰鬥技能 那你就會有更華麗更多彩多姿 那當然剛剛還漏講一個 比如說呃 除了克雷多斯本身 剛剛都講克雷多斯 欸 兒子呢 對 他的小兒子也是可以學習的喔 他的 你可以幫他學習 比如說他的威力變強啊 比如說可以讓敵人更容易昏迷 因為他在戰鬥在遊戲中 呃 阿特羅斯是輔助的一個角色 他可以藉由你按方方方塊鍵 在克雷多斯遇到危急的時候 他都可以來救人 出手相救 對對對 甚至阿特羅斯之後還會學習到一些魔法的技能 哇 這麼魔幻 對對對對對 那 剛剛講的這些技能啊 其實都跟他的武器有關係 所以他的武器必須升級之後你才能 比如說他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 有一些技能你必須提先提升你的武器之後才能夠獲得 哦 哇 講完了克雷多斯跟阿特羅斯那當然就是要看敵人的部分啊 沒錯 戰鬥 對對對對對 那現在比如說現在看到這個東西是遠古屍鬼 他其實遊戲中的敵人種類也非常非常豐富 那現在看到這個遠古屍鬼就算是一個有點像小Boss的角色啦 這一場戰鬥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因為他 他遠古屍鬼的攻擊是不分敵過的你知道嗎 啊是喔 所以敵人跟我們我們都就是都會被打 對那個火球其實也是敵人也有 其實不只他啊 其他有一些敵人也會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他會有遊戲中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搭配組合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有的時候就是那個戰鬥的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 他用不同的敵人的組合其實那個就有不同的難度 像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像我就不管其他的小怪 對對對 我就一直打 對對對 對因為反正小怪也有可能會被他的火焰球掃到飛鞋 對對對對對 這個是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其實不只他啊 就是遊戲中還有一些敵人都可以利用這樣的特點 然後去想一下就是你的戰略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剛我們講的就是他的一些招式 當然有一些 針對一些不同的敵人用一些特別的招式 比如說有一些拿盾的 剛前面可能有看到前面有一些 呃圓人 那有一些拿盾的你就用 他可以有那種那種把盾牌把 你用你的盾牌把他的盾牌推開 用這樣的動作 或者是有一些敵人特別怕斧頭 就是你就可以用斧頭丟出去打他 類似像這樣 啊 然後再來 這邊超帥的 對對對 當然一樣有招牌的這個 QTE系統 其實他這次的QTE非常非常的少 剛剛是用這個 就等敵人暈眩的時候 你在 你在上去揍他 對 就是用終結器 但剛剛他血很多 所以揍不死 對對對 那剛剛就是用的 揍不死 我就啊啊 放一下十八打之路 好啦 好 像這個就是另 又是另外一個場景 剛剛我剛剛講嘛 就是就是夢魘寶魔 他其實就是怕我 你看我就是用 一直用斧頭對 對 那當然除此之外 那個阿特隆斯的弓箭也很有效果 喔 像他就是剛怕斧頭嘛 所以意思就是他遠程攻擊 其實對他也很有效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不同的怪物 你就要用不同的這個特性跟不同的招式來應對啦 那再加上不同的場景啊 跟怪物組合其實 整個戰鬥非常非常的刺激 然後 更不用講他其實這個遊戲的戰神打擊感 一直以來都很好 所以這一代當然也不意外 那你在玩的時候 呃 包括了戰鬥啊 這個這個場景動畫啊 就是一些一些場景的一些破壞 或什麼的喔 那個那個那個手把的震動 然後你那個 打擊的回饋感 對那些回饋回饋感都非常非常的 充實啊 就覺得哇 這真是 好玩啊 哈哈哈 啊還有一個忘了講 就是你看怪物的旁邊 他的左邊那邊會有個數字有沒有 是 他其實就是 其實簡單講他就是 怪物的等級 對 當然你的人物也有個等級 啊我這邊突然使用了一個 剛剛我講那個盧恩符合的攻擊 其實我很少在用啦 這個東西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 他就是你可以裝備 在你那個那個斧頭 手柄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利用 啊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這也是技能的一種 其實他就是他的魔法攻擊 所以其實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東西 來做戰鬥